自动挡的车好开吗 有人说踩外面就走 踩刹车就停 傻子都会开 其实想要开好自动挡的车 还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 那么今天报地啊 就来给旁边分享开自动挡车的八个不准 90%的新手司机都做错了 快来看看你中了几个 首先第一点 我认为这一点啊 是最多的新手犯了一个错误啊 自动挡车不是手动挡 千万不能空挡滑行 很多新手司机啊 听一些老司机说啊 空挡滑行会省油 啊 这种想法是好的 结果却是错的 因为自动挡车啊 编箱是由电脑系统去控制喷油量大小的 咱们挂在地档上不踩油门往前滑行 电脑系统会判断咱们车子是在一个滑行的状态 它一样不会去喷油 那如果是在你行驶中挂入N档 也就是说空挡的电脑系统会误认为你的车子处于停着 淡数的状态 淡数呢 为了保持咱们车子不熄火 就需要持续不间断的喷油 所以空挡滑行会更加的费油 那还有一点是什么呢 空挡滑行不利于我们行车安全性 因为空挡缺少了发动机的自动力啊 没有了这个标箱和发动机的那个轮上的自动力 咱们踩刹车时刹车距离也会延长 和咱们平时带挡刹车的距离啊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啊 咱们遇到紧急情况 如果说你在N档上很容易杀不住车存在安全隐患 所以说咱们 切换在地档上不踩油门 滑行一样可以达到省油的目的 接下来第二点 驾驶自动党不准双脚去开车 很多新手都是左脚踩刹车 右脚踩后门的 因为有些朋友他在驾校学的是手动的 也就是说c的驾照 而自己家的车却是自动党 或者说拿了驾照以后买了自动党车 由于在驾校学的是手动党啊 所以说他还保持着驾驶手动党的这种习惯去开这种党 这两只脚开这种党是非常不正确的 两只脚开车看似啊 分配的很公平 两只脚都有活干 对不对 那假如说咱们遇到了紧急情况的时候 那你就不知道该踩哪个了 直接自己把自己搞乱了 所以咱们开这种党的时候一定不要两只脚去踩 报的教大家一个正确的踩法 咱们应该把脚啊 把左脚放在这个修衣踏板去 右脚一个脚去控制油门和刹车 咱们需要踩油门的时候呢 这样斜的脚去踩油门 正的脚去踩刹车 这又叫做正踩刹车 斜踩油 那有些脚不够长的女司机呢啊 可能说脚短一些 对不对 做不到正踩刹车 斜踩油 咱们啊 可以把脚啊 放在油门和刹车踏板的中间啊 这样也是可以的 对不对 不过有一点要注意 咱们的脚一定要养成被刹车的习惯 当咱们不需要踩这个油门的时候 比如说前方遇到红绿灯时 或者说路口时 再或者说遇到事业盲居时 咱们啊就要把这个油门上的这个脚啊 松开 把它背放在刹车上 这样虚放的 当你遇到紧急情况时 咱们第一时间踩下也是刹车 能够有效的避免油门当刹车的事故发生 第三 不准在临时停车的时候挂屁档 屁档它是咱们一个注册档吗 并不是 屁档是长时间停车的时候才需要挂的一个档位啊 挂上屁档以后 咱们变容箱的齿轮是处于锁死的状态 比如说短暂停车时 或者说等火灵灯时 或者说堵车时 或者说在路边等人时 或者说有人上下车时 咱们都不能挂屁档 为什么呢 因为变容箱在处于锁死的状态下 万一啊 这个时候后车与咱们发生了追尾 把咱们车子啊 强行向前推出去好几米远 这样咱们一变容箱的锁死机构啊 就直接报废了 虽然说有保养公司啊 管你修 但是修过的变容箱和原来好好的变容箱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就像一个好好的人啊 他的腿啊 被撞骨折了 经过手术恢复以后也能重新站起来了 但是他还能恢复最初的样子吗 很难 对不对 一个道理 第四 不准挂的地档 长时间踩着刹车 比如说咱们在等红绿灯 或者说临时停车的时候 你直接就踩着刹车 档位还是挂在地档上 那这个时候 如果说你刹车没有踩到底的话 行车电脑就忽忽认为车子要起步了啊 比如说你没有踩到底 这样松松的踩一下 对不对 车子啊 就会有一种向前的动力 在长时间这种起步和刹车的交流中 先不说你会费多少油 对咱们变容箱也是有损害的 这时变容箱的油温就会升高 对不对 这时你挂在地档上 虽然说车子是停下来了 但是发动机啊 还是在喷油的状态 所以说这一部分油就白白浪费了 同时车子没有跑 肯定会增加一部分的积碳 时间久了以后 就会导致车子动力越来越差 而且油耗也会越来高 而且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呢 也很不好 比如说咱们啊 在前方等狐狸灯有什么事啊 让你分神了 你的脚啊 不知不觉的就把这个刹车给松开了 这时啊 车子是不是就会往前走 对不对 最为别人的车都是小事 万一你走到路中间被两旁执行的车辆啊 这样 侧面给咱们撞击了 后果有多严重 自己想吧 对不对 所以说咱们临时停车时 一定啊 要把这个档位挂在n档上 垃圾手杀 这样做才能做到万无一失 第五 遇到长上坡 长下坡的时候 不能用D档长时间行驶 应该用m档或者说l档 那如果说你的车子没有这两个档位呢 咱们找一下咱们的档位上有没有这两个加减号啊 大家看一下 其实它就是咱们自动档的手动模式 为什么说上下坡要用这几个档位呢 严格来说 它们都是手动的 咱们下长坡时 如果说你用的是D档 那么咱们的车子由于惯性的原因啊 由于下坡的原因 即便说你不踩右门 车子啊 也会越跑越快 对不对 这时咱们就需要不断的啊 用这个刹车去控制车速了 那如果说下坡的坡道特别长 一直是下坡路 那你一直用刹车去控制车速的话 会导致咱们的刹车盘发热严重 导致刹车失灵 甚至啊 刹车盘直接碎掉 那到时候麻烦就大了 所以说咱们应该切换到手动档位 如果说你没有m档或者说l档 直接就切换到这个加减号 往右边一推 切换到以后 它也相当于就是咱们的m档 也就是说手动的 咱们切入到D档位以后 利用发动机的牵制力去下坡 就可以减少使用刹车的次数了 这时咱们再配合一点刹车就可以确保咱们下坡的行车安全 万一真的遇到了紧急事故 咱们踩刹车也可以第一时间停下来 对不对 并不会说因为咱们刹车使用的时间太长 太热停不下来 暴地说的有没有道理 这里暴地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加减号啊 加减号 咱们切换的时候 如果说你在D档上切换的时候 不用停车 直接切换就可以了 m档l档也是一样的 不用踩刹车 不用停车 咱们直接切换就可以 直接切换到以后 咱们利用咱们方向盘 大家看一下 方向盘左右两边都有一个拨片 那如果说没有的话 咱们这个档杆也是一样的 下拉就是说减档 上拉就是加档 它就相当于咱们的手动档 你想要加档 咱们就往加号方向推 想要减档 咱们就往减号方向拉 这都是一样的 对不对 第六 不准在停车以后啊 直接挂P档 直接熄火就走人了 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这样做的吧 对不对 暴地可以告诉大家 我也是这么做的 但是啊 仅限于咱们在停车上 这种平地上停车可以这么做 那如果说你是在这种斜坡上停车时 还是啊 直接挂P档就熄火的话 很有可能你下次再启动车辆会发生变油箱啊 这个档杆卡在P档上拉不动的情况 为什么呢 你要知道咱们停在有坡道的地方 车子是不是有一股会有一股下滑力 你直接退入P档 这股下滑力啊 是不是就由你P档里面的锁止机构去承担了 那么这个锁止机构其实啊 是两个特别小的这个勾勾在一起的 根本无法长时间承受车子将对两吨重的重量啊 那个下滑力 所以有可能会导致咱们下次再开车这个档杆卡死的情况 你拉不动 那如果说是在这样的斜坡停车时 正确的停法应该是啊 先把刹车脚刹踩住停温以后 咱们呢 再把这个档位挂入N档 随后呢 拉起这个手刹 然后呢 在松怀脚下的脚刹 这时咱们会有一股车辆向下溜的一种感觉 这就说明咱们的这个啊 有手刹去承担车辆的下滑力了 对不对 此时下滑力有手刹承担以后 咱们啊 再踩下刹车 踩下刹车以后再把档位切换到P档 这样才是在斜坡上停车的一个正确的停法 这样咱们在下次启动的时候啊 边用箱的档杆也不会说出现卡住的情况 也不会让咱们边用箱的齿轮出现松动的情况 对边用箱的 对边用箱非常有好处 接下来第七点 不准在车子没有完全停位的时候 直接就挂到P档 或者说是R档 也就是说倒档 很多朋友开车火急火聊的总是强档 也就是说不等停位就做出下一个操作 这样开车对准边用箱的齿轮磨损是非常严重的 因为车子在没有停位的时候啊 边用箱里面的这个齿轮还处于运转的状态 此时倒车档是很难推进去的 如果说你强行推进去 倒档的这个齿轮会受到很大的反冲击力 你会听到边用箱里面发出咔咔的打齿的声音 这样啊 你的边用箱离报废也就不远了 第八 不准不热车上车以后 直接启动发动机就开走 尤其是在冬天 在北方或者说东北这些地方 咱们启动以后一定要让咱们的池量预热一下 因为咱们的发动机啊 汽油前方的机油经过一晚上的放置以后 它早就都回流到了油底壳中 如果你一上车直接启动就走 会加剧咱们车子零件的磨损 所以无论何时咱们车辆停放超过了四个小时以后 再启动一定要热车 热车的标准就是说看咱们这个仪表牌啊 池量刚启动以后 一般这个转速表的指楼都是在1000或者说往上 那么此时就是说咱们发动机还没有完全润滑 咱们需要原地等个一分钟左右 大概啊等咱们这个指汁降落到1000或者说往下的时候 并且这个指汁处于稳定以后 大家看一下转速降下来了 对不对 指汁稳定以后就证明咱们的热车完成了 怎么样朋友们 以上暴地分享的八点你都学会了吗 那有些朋友该说了 开个自动挡车哪有这么麻烦 你要知道啊 我们都是普通人 我们赚个钱不容易 谁都希望这车多开好几年 那如果说你不信 那如果说你182里钱比较多的话 那你随意啊 那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觉得对你有所帮助 记得帮暴地点个赞 让我们一起传递正能量 这是哦 am 试炼 as 好了 insan